一个新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出值 也就是对生产活动的初步调查数字以上升到50.9 稳定的处于50这个分界线以上的增长范围内 里头的细节是正面的令人鼓舞 除了就业以外所有的分项指数显示有进步 所以我想现在我们要开始把目标集中在中国是否能够维持GDP 从第二季的上升步调延续到第三季 这是对中国经济第三季表现最早的观察数据 制造业收到的新订单是其中一个亮点 它创下七个月的新高点 或许代表了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增加 不过这个数据可能无法缓解投资人的担忧 人们对经济中某些领域表现过家的担忧 导致近来中国股价下跌 随着中共下个月即将召开18届三中全会 投资人也在观察是否有更多信号 显示可能推出一些措施 让中国更加注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而非出口驱动的制造业增长 那可能使得中国一些主要产业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增长有所减缓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说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和通信服务 在2013年的前三季都有稳定的增长 中国工业和信息划布 星期四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 2013年前三季的工业信息发展 较去年同比增长了9.6% 截至9月底 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已经增加到12亿700万人 互联网宽带总用户达到1亿8600万户 当局说信息使用的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我们下期的消费